大家好,我是布谷 前一阵没事儿呢,读了读《一千灵页》 发现里边有好多小故事,以前也没听过,还挺好玩 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一些 希望大家感兴趣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呢,咱们来讲一个《一千灵页》里边小偷和钱商的故事 从前呢,有一个商人,他是专门做银钱兑换生意的 在市场上呢,开了个铺子 有一天呢,他从铺子里回家 身边呢,带了一袋子金钱 这时候呢,有一伙小偷就看见了 想着说,咱们怎么把这袋子钱给偷来呢 其中有一个家伙挺机灵 向同伙夸口说,我有办法把这钱拿到手 同伙就不信了,说,哎,你有什么办法呀 哎,你们等着瞧吧 这家伙显得挺有把握 然后就悄悄地跟踪这钱商回家了 钱商到了家之后呢,就把这钱袋往桌子上一放 就准备洗手做礼拜 他一边吩咐女仆,哎,我要做礼拜了 给我打水,洗手 一边呢,急急忙忙去厕所 小便去了 女仆呢,照他说的 小心翼翼地去打水 这时候呢,一疏忽就忘了关大门了 哎,这小偷一看 这有机可乘 悄悄地就进去 拿了钱袋就溜之大吉了 回到那伙伴中呢 就开始,哎,炫耀说 你瞧,这不拿回来了吗?把经过跟他们一说 哎,洋洋得意 伙伴们听了,他这这么一说呀 都说,嘿,你小子啊,行啊 还是干得干净利索 行,挺聪明 不过有一点 你这个这么干呢 这钱商等上厕所回来 发现这个,这钱没了 他肯定得赖这个女仆给偷了 这女仆可得替你背锅了 这个肯定得挨顿打 你说你男子汉大丈夫 你做这事儿让人家小姑娘给你背锅 哎,不仗义 他一想,是啊,这好像这事儿做得是不怎么样 那这么着,我回去一趟 我把这事儿给摆平了 说完呢,这小偷就转身就又回到那个钱商家里 到门口,侧耳一听 嘿,这女仆果然是被这个主人鞭打呢 打得滋巴烂叫的,挺惨 他想了想呢,就去敲门 钱商听见这个敲门声就问 谁啊 那小偷就说了 是我呀 我是您铺子隔壁的那间的仆人 钱商把门打开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小偷就说了 我们家主人向您致意 他说呀 刚才看见您急急忙忙的回家 把这袋子钱给吊在铺子门口了 还是我们家主人看见了 他就赶快就把他给捡起来了 他说,哎呀,您这怎么这么大意呀 这要是亏的是我给捡着了 要是别人,您这损失可就大了 他让我呀,把这钱给您拿回来 骗子说着呢,就把钱袋拿出来 哎,钱商一看,这钱袋挺诧异说 哎,这不我的钱袋吗 啊,那好吧,那您还给我吧 谢谢您 向安拉启示 这个钱袋呢,我是肯定会还给您的 不过呢,您得先给我们主人写张收据啊 证明我把钱交给您了 要不然我们 我怕我们主人怀疑我把这钱给迷了 对不对 麻烦您给写张收据 再盖上您的大印 钱商一听,啊,对 有道理,有道理 啊,说着就回屋去给写收据去了 哎,这小偷一看,嘿,这是时候 拿着钱袋转身就走了 这样呢,他也给这个 女仆洗刷了清白 然后呢,钱呢,还在他自己手里 这故事呢,咱们就讲到这儿 这也就是比较好玩的故事 一说一乐的事 以后呢,发现什么好玩的故事 我还会接着讲 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 拜拜 拜拜 拜拜